今天主要跟拜會張縣長 就是在北港的這個有埃及班文一個出現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10月7號有找了專家來進行針對這個議題來研判 那所有專家都建議我們希望說在這個過冬之前 能夠希望跟在雲林這邊可以動用一個防治計畫 來消除這個班文以免它過冬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今天特別來跟張縣長報告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事先其實也有跟這個威恩局的曾局長這邊 就是跟他說明這個所謂的這個埃及除班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部分未來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如何去教導民眾 進入這個戶內戶外這邊去做這個人工容器的一個消除的部分 來進行一個努力 那希望說在過冬之前把這個埃及班文給它消除一下 一旦這個環境裡面有埃及班文固定成長下來 那對於未來這個如果一旦有境外移入個案在這邊 有造成這個在這邊存在一陣子然後會造成本土的感染 那會對於說未來這個比如說在馬祖繞京或是信徒 從台灣各地進來都有可能造成感染 那這個是一個最不想要看到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目前還沒有任何登格日病例的時候 那把這個埃及班文在過冬以前消除 那可以避免未來這些問題 我們在第一時間裡面發現 在北港地區有埃及班文的時候 我們遜及的跟我們北港鎮公所 針對我們所有北港鎮做大傾銷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應該做的尋導清刷這樣的防範工作 我們是做得非常徹底的 尤其是他比較容易在輪胎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也做了打洞 不要避免他積碎 那我想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疾管署 我們莊署長特別來到雲林縣來關心這個事情 那我想我們就防範於未然 能夠事先做好防範工作 避免這個埃及班文的一個資深 影響到我們所有相親的一個健康 到目前為止我們北港鎮是沒有任何登革日的案例 那我們只是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提醒 讓我們民眾知道 要怎麼樣把室內的這些瓶瓶罐罐積水的容器 能夠清除乾淨 避免這個並沒有穩在那邊滋生 所以我想我們會開始啟動 那每一週我們大概透過宣導 透過大傾銷 透過我們加強民眾的這個危機意識 讓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埃及班文他比較喜歡在室內 甚至他喜歡在熱鬧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在室內要趕快防範 那避免他擴大 我想這個是我們現在中央跟地方要極力來做的 那至於我們所提出的計畫 那我們會先用第二預備金 或是我們的這個準備金 那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以第一線保護相親的這樣的一個安全為最重要 那我們疾管署 我們莊署長也非常有誠意 只要我們先把這樣的一個防範工作做好 那中央儀會給我們全力的支持